加州娱乐大麻合法化已经实施一个月 周三 公民反对大麻合法化等多个团体 共同呼吁联邦司法部要加强执法 严管加州的大麻种植和商业买卖活动 保护民众的合法权益 1月31日 夺回美国公民反对大麻合法化 太平洋平等公益协会等组织 在军军山举行联合记者会 公开支持美国司法部长塞森斯 撤销奥巴马时期允许各州大麻合法化的行政令 反大麻团体目前已经征集到6000个签名 递交司法部要求加强对加州的执法力度 加州娱乐大麻合法化今年1月起正式上路 仅位于中加州的卡拉维拉斯一个县 具有1200个大麻种植场 夺回美国组织指出 大麻种植业破坏传统的种植产业 对周围环境造成严重破坏 还引起水污染 加州当局提出了一个 这个意思就是他们竟然说大麻对环境卫生没有坏的影响 大开绿灯使得大麻商很容易开种植场 开很多这方面的生意 为了推翻加州通过的64号大麻合法化提案 反大麻团体已就加州政府无视大麻对民众健康和对环境的破坏 向联邦法庭提起诉讼 同时呼吁民众向司法部和所在选区的联邦议员 投诉大麻活动对社区的负面影响 新唐记者古新月李书健 旧金山采访报道